这样吧 你还没想好的话 给你一点时间思考 我们一起来考察一下于丹凤的职场情商 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你负责主持公司的年会 马上年会就要开始了 部门领导突然提出你的流程有问题 你是按他说的临时调整 还是按原计划进行 肯定是按照公司的这个调整来说呀 如果不变动的话 那比如说临时加个什么领导上去呀 去支持或者是分享呀等等 这样的话人家就不能上去了呀 所以我们一定得要按照公司的这个流程来做的 按他说的临时调整 对 好 来 刘嘉老师点评一下 他回答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听取领导的意见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看到王晶又把灯灭了 进行到这里 只剩下了段东和杜远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两位企业家 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非常遗憾 没关系吧 不过我倒想听听 杜远志和段东灭灯的理由 其实我刘灯留到现在是真的表达对于丹凤小姐姐的支持 首先我非常喜欢你的性格 我觉得你真的是骨子里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也会把这种开心传递给别人 我们公司其实主要的声音演员还是来进行一些台词的演绎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要经过一些学习和训练的 我多问一句 灌声文化有没有针对这种声音有独特优势的朋友的一些免费的培训课程呢 我们没有免费的课程 但是其实你可以在我们灌声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一个你自己的作品 我们会免费地给你一份测评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会告诉你你的声音特质是什么 你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怎么调整 好 谢谢 我觉得丹凤它其实有声音独特的优点 我觉得你还是坚持用声音去创造你喜欢的角色可能更有前途一些 对 我就喜欢要么就是唱歌 要么就是配音 这就是我喜欢的 好好练 也许有一天灌声文化期待着和你合作 感谢您来到《非女莫属》 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